中国是世界GDP排名第二高的国家 中国的股市市值占据了全球股票市值大约十分之一的份额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不能像美国的股市一样 连续10年甚至15年走出长牛市呢 这其中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背后没有一些其他主权基金的投资呢 首先2023年大家都知道挪威的养老基金主权 它的投资收益是很高的 可以达到了2000多亿美金 也换算成来人民币的话应该是1.48万亿左右 那么这个还不是全球最赚钱的这种养老基金 全球最赚钱的是去年是日本23年的时候 日本的养老基金赚了大约1.6万多亿的一个利润 整体呢它增长了管理的资金市值增长了20% 而且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全球十大主权基金的排名 大家熟知的什么淡马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沙特啊中东的 很多的这些投资局都在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其实有这个养老基金的排名 中国应该是在第6到第8位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的养老基金其实管理着6到8万亿的市值 那么作为香港呢 香港它管理了多少呢 香港的话这种外汇基金的话 它是管理了4万多亿 然后这是它去年的收入 可以说香港总共这常住的700多万人平均下来呢 它去年挣了2000多亿 大约每个人是3万多块钱 可是真正相对比来说 为什么很多的媒体大家能看到总说挪威 因为挪威真的是一个非常富的国家 它主权基金 它是养老基金管理的 它的规模处于它这种500多万的人口 可以说每个人大约有200万人民币的退休金 而且就像这种俄乌的这种局部的冲突 造成了这种挪威一直卖天然气 最后又发现了矿产 可以说它一直都是在赚钱的 然后其实作为这种主权基金投资呢 可能是他们全部的都投入到了美国市场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日本的养老基金的相对来说的一部分的份额 可以说它国内投资了25%的债券 25%的股票 国外呢也投资了25%的债券 25%的股票 相对来说呢 去年他们都是因为整体的外部 给他们持续造成了大规模的收益 你也可以理解为 美国一直都在这种遏制通胀啊 或者是这种高额加息啊 也造成了资产这种推高 然后呢挪威呢 它更是因为这样 它有70%的股票这种占比 所以说挪威去年的收益达到了16%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对比 我们中国股市呢 可能是相对来说 对方外面的进入的资金 相对来说偏少 尤其这两年呢 相对来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这种股票表现的都不是特别好 那能不能换一种思维 换一种思维就是 中国的养老金一直在做局 一直在想去抄底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个人也是没意见的 因为毕竟的话 因为我们14亿人口 你要刨除这种管理的市值的养老金 其实我们的养老金 平均每个人身上真的是不多 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这么安慰自己也可以 还有一种呢 就是很明显 当只有大家进入到股市这种投资 便经历过一个牛市和一个熊市 你就会了解 中国的股市很有特点 就是它会连续的七八年 都是这种很平稳或者很中庸 然后突然之间一年来了个牛市 一个牛市呢 可能涨了一倍两倍三倍甚至更多 然后呢吸引了很多人 大家都进来开户 然后呢把钱投入到这里 最后股市又消散了 也就是说周而复始 这种七八年平均 然后一年冲刺 这种情况下 就为什么不能持续的去盈利呢 你持续的这种 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好 还是因为我们一些其他的 这些股票的这个更新周期 这些周期呢 相对来说偏慢 因为我们相对来说 退市呢 确实是偏弱的 我们比较这种IPO啊 或者是这样 这种注册制啊 你确实推进的比较好 然后呢也跟大家在昨天聊过 聊过因为我们19年的时候 证券法也改过 相对来说 处罚标准也加大了 可是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然后我们也还需要深刻的去考虑 为什么很多的科技公司 尤其是像这种 低于20亿左右市值的这些科技公司 在上市之前 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盈利的 可以说他们连续的三到五年 都是盈利几千万是上亿的 但是上市之前 突然之间把所有的红全分了 把现金都分完了 甚至连行政管理 如果不上市不融资的话 就都没有给钱 这种基础员工去发工资 所以说一到上市以后 他们就出现亏损 有的时候呢 确实这里有利益输送 因为你会发现整体从他的股东 然后呢进入到时机 最后到股东退出的时机 然后那个公司在注销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摊开 或者是需要去公平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股市一直都去扮演着 一个融资的角色 可是你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你需要承担起你应有的责任 可以说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经济三大马车 投资 消费 加上出口 相对来说 24年我们的出口 可能在过完春节以后 会有逐渐的一个复苏 然后我们的整体消费呢 从我们CPI 数据也开始显现 我们一直都在持续的增加消费 但是我们这种投资方面 无论是从地产投资 还是从股票投资 或者从一些其他方面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些 相关方面的投资 但是它的回报率 确实不及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可以从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感觉到了 过年年三十到初一的时候 大家相对来说 这种气氛或者聚会是偏弱的 到了初五赢财神 大家发现 所有的人可能大家都希望觉得 赚钱才是真正的情况 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或者没有一个良好的 一个未来发展潜力的情况下 你是没办法去赚到钱的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从另一个方面去返现了 为什么美国的股市 可以一直的高涨 因为美国股市的船上 拉了很多的人 不单单是他自己 其他国家的主权基金 其他国家的一些养老基金 都绑在这条船上 而且他们也肩负着 改变时代的这种科技的生产力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很多的基金 无论是中国的 或者是国外的 或者是美国本土的 他们都配备了 美国的这种苹果 亚马逊 微软 或者是谷歌 或者一些其他的Meta 全部配备了这种 高新科技的一个资产的配比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什么时候 可以真正的走出 腾讯阿里 或者一些其他优质的公司 而且像一些同股 不同权的公司 最后到底能否去上市 去获得更多的一个回报 或者是也回报给这种投资者 也回报给整个的社会 这个是我们现在 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中国股市 还有三天以后就马上开盘 开盘以后 无论是它红 还是相对来说它的绿 最主要的是 它未来的一定的发展性 而不是说 咱要像以前一样 咱要像一个顽童一样 平稳七八年 突然之间穿四 然后最后又带着 很多一部分人的希望 继续的去沉寂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希望可以真正的 出现一个改善 也希望这个新的村长 确实能带到 一定的生机勃勃的 一个新气象 那么这种新的村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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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